我宣誓 你希望 有一個人能告訴你 我講 還給你智慧 還給你智慧 告訴你們 怪獸沒事 瑪莎沒事 石頭沒事 冠右沒事 我 沒事 五月天首彈假唱風波新生 阿信半年煎熬全說了 我知道 這陣子以來 讓大家擔心了 這不是一段 短短的日子 而是長達了半年 不安 焦躁 不疲 甚至 也希望 有一個人能夠從電而降 還給你智慧 十年一段 慢撒歲月 慢撒等待 五月天去年造微博瘋傳對罪影片 接著又被網紅以硬當成是判定 假唱可能性引爆假唱風波 事件還擴大到中國執法部門調查 直到本月結果出爐 未發現五月天上海演唱會 設違法行為還阿信清白 五月天二十五週年重返北京鳥巢 一連開十場演唱會 左吐路半年來被質疑假唱的心聲 打開微博 打開小黃書 好多的人給我鼓勵 給我支持 但是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更希望 給你們鼓勵 給你們支持 告訴你們 怪獸沒事 瑪莎沒事 石頭沒事 冠幽沒事 我 沒事 真正讓我擔心的 是你們 在二五月天 二十五年的時候 該怎麼說呢 就說是 印象深刻吧 或說是 往南忘懷吧 我想 每一個努力的人 每一個在汙泥中 天氣 往前走的人 這一路上 又何嘗不是 保禁的質疑 保禁的挫折 有那麼多的人 質疑你 挑戰你 但是你 從而沒有為自己 說過一句 什麼話 而對於五月天 我知道你 用盡了全力 捏緊了拳頭 咬緊了牙關 只為我 只為我們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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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有顯然的 兄弟 和姊妹 請相信我 這一生中 永遠的感謝你們 永遠為你們而唱 我們 就在這裡 這就是 最好的證明 好